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能就是年纪小一点 就有成绩也是一些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 接班的话是肯定谈不上 因为我老大一直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嘛 我会努力的朝着他 他的方向前进 然后他的演技 包括他的文人都是非常值得我学习 我觉得我要走的路还很长 你印象中最深刻的惊喜是什么 我觉得我生活中到处都是惊喜 对 当一个好演员最需要什么特别的 我觉得就是一颗坚持想当好演员的心吧 没有去过但一日很想吃的地方是吗 奥斯卡颁奖店里 最害怕被记者问 最后还把记者不问我问题 太子平时有看一些神剧之类的吗 会有关注到 可能大家在搜 神剧你是说蓝牙宝罗吗 就用网络神剧之类的 蓝牙宝 什么 神剧 就用网络神剧之类的 对我玩主 那个还没有看 那你苏哥哥昨天不也报出一段分恋情吗 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起来 他是我苏哥哥 他是我老大 对 老大做什么我都支持他 你之前有知道 就是他恋爱 心类的这些事情吗 我是小孩 他不跟我说这类的 请问看24小时 48小时 几个哥哥 今天还要玩的小哥 姐 都是哥 你怎么这样 都是哥 没有 这真没有 我是一个我生活完全能自理的人 但是离开妈妈的妈妈会有点担心的 已经轻毛了 大家都同理啊 你说谁谁谁谁谁谁不同理 非常喜欢大话系 谁不喜欢呢 你会建议大家是说现在就是对你的认识是说还停留在飞流的身上呢 还是说通过这个戏活儿 通过未来的一些戏来改变 更多的角色能让大家接触 能让大家接触 那其实那你私底下呢 你私底下呢 你私底下会是跟那种飞流那种样的吗 还是说 我私底下是比较活泼的一个人 比较活泼的没有那么闷 你觉得很闷吗 是因为这个环境非常的闷 你看这个灯其实有点阴森的 你看这个背景哎呀妈 这个 他会担心你在飞机吗 或者说有比如说 跟你上学习啊 谁啊 你母亲 我母亲啊 我母亲跟着我呢 他就在你身后呢 哈哈哈哈哈哈 笑吓一跳 哈哈 那那那你是一个听话的宝宝吗 当然是了 哈哈哈哈 这为我其实没有什么用 对我当然觉得自己是啊 对 你会看那些就比如负面的 或者说比较激烈的那种 负面的 我觉得不 你做不到让所有人都喜欢你的 当然因为我是个演员嘛 我会让我自己的作品 让尽量让我的作品 让大家都喜欢 但实在不喜欢呢 那我也没办法 只能说声抱歉了 对啊 你想成为哪样的演员 就是比如说一个具体的 比如说理解 比如说你想成为像谁一样 什么样的 有没有后向 也有很多榜样 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人 但我觉得 从头到 到尾来讲的话 就是做一名好演员 我就 嗯 做一名自己心中的好演员 我就信任你的 会更期待跟谁的碰面吗 更期待和大家见面 对 大家一起在 对着那 所以你会觉得说 你在他们当中是 心里年龄是比较成熟一点 还是比较偏幼稚一点 我觉得 可能演员和演员之间 有共同的沟通方式 我也觉得我应该是我心里年龄比较老 因为我觉得我上到八十岁 下到十五岁 下到不止十五岁 五岁都可以沟通无障碍 对 所以是比较老少的通杀什么的 比较通杀 也比较通吃 就是 怎么说 就是 就是话比较多都聊得来 那他们几个作为 就是年龄上 有一点点优势 那他们会 平时会以长辈自居 说会给你传授一些人生经验 大家都很亲和 就不会跟你说教是吗 会交流 谈不少睡觉 平时生活中交流会比较多吗 因为大家都拍戏嘛 比较忙 交流 现在交流很方便 我们有威胁 不是交流 我们有新浪私信 都可以沟通很方便的 这是在给我们打广告吗 当然 这么贴心 你会渴望成为一个成熟 或者成为大人之类的吗 我已经是大人了 只是没那么成熟而已 所以不是像大家想象的时候 听这些烦恼就是 不是我长得那么帅 为什么有那么多女生喜欢我 就这种烦恼吗 长得还行 那得感谢父母 有女生喜欢我 得感谢他们 谢谢他们支持 虽然你说你现在 其实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男生了 但是其实从法定年龄上来界定 你不用给我纠结这些 我就是一个成熟的男人 哈哈哈哈 那你平常会 就是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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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礼貌 这是每个人应该都有的 对啊 我觉得对身边的人和善 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啊 那咱们这个优酷的盛典 最想见到的是谁呢 都想见到 因为最近把剧组里面关了太久了 就今天见到了很多的老朋友 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非常开心 新朋友是谁啊 新朋友啊 秘密 以前是不是会经常在剧组遇到年纪比你大的 但是演戏时间比你短的演员 就现在 现在会有了 因为毕竟我从小就开始演戏嘛 但是大家都是朋友都是演员 前辈 依然是前辈 对 我还是一名小小的晚辈 那2017年有什么新年愿望呢 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 那刚刚看你好像挺想关注一下阿拉雷 在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我刚看那个姐姐在剪片 我觉得那个电脑好厉害 他觉得我的电脑不太好 领导要给我换电脑 对对对 你看那个姐姐坐在地上 这个剪片多辛苦 地上多 现在是冬至来的 你看那个姐姐坐在地上 多凉 镜头转过去 揭发这个 我买我的工作 工作是我快乐 好吧好吧 那快点帮我们的这位姐姐 可怜的姐姐 就是跟她的领导申诉一下 那个优酷的领导您好 请给这个姐姐换一个 好冷的电脑 也给她备一个坐垫 她坐地上好冷的 那我们提到跨界嘛 因为你现在的身份是演员 之后还想有没有跨界到什么 什么领域 什么角色 其实首先我觉得 一个演员啊 每拍一部戏 就是跨一个界 对吧 你每拍一个戏 就是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 跨越到另一个新的世界 那就是跨界 那身份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 我现在其实挺需要 从演员这个身份 跨界跨到高考生的 这个身份 比较明显就要考试了 那 可能过段时间 就要进入复习装的海蓝 细数近60部的影视作品 哪一部是她最爱呢 下一部 自从2015年 在狼牙榜中饰演 飞流一角走红之后 也开始有人称吴磊 是下一个胡歌 在演技啊 人品方面 我会尽量像 说老大看齐 但是要成为别人 要成为她 是一些很难的事情 所以我还是做自己吧 早年吴磊和谭松韵 搭档合作青春片 旋风少女时 报告会上 有记者抛出新辣提问 女演员和你相差九岁 会不会觉得有代沟 她也轻松回应 对 其实我们真正相差九岁 我十五岁 她六岁啊 对 然后 其实因为 她真的是非常可爱 然后她其实比 我觉得她比自己的实际年龄 还要那么小一点 然后我呢 比我自己的实际年龄 还要那么老个几岁 靠着高情商 吴磊避开了一切可能 有陷阱的选择题 因为你和TFBOYS 是同龄人气偶像 难免呢 会放在一起做比较 你会不会介意这种比较 你认为你们各自的优势 在哪里呢 谢谢 因为我觉得都是同龄人嘛 比较是难免的 然后我觉得 我们道路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我是野员 虽然他们现在也是野员了 可过呢 我觉得他们的优势 就是在于 他们是三个人 那我的优势 就是在于我是一个人 而对于吴磊来说 情商也是一种 不让人尴尬的修养 比如称赞汪涵聪明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这意思啊 你看这 烤得不怎么好了 他头发就比较多 烤得比较好 头发就比较少 这个 挠头 挠也挠的 但我觉得这个不一定真 假如学习成绩好 那头发就少 那韩哥是不是得 头发光了又长了 看到媒体记者 蹲在地上采访 暖男吴磊又一秒伤心 我觉得要不我下来了 你为什么要针那么低呢 作为一个成熟的男人的话 应该时刻在意 身边所有人的感受吧 因为我是一个 比较喜欢 就是让身边的人都 跟自己相处 比较舒服的一个人 无时无刻 他总能照顾到 每个人的面子和心情 这样机智的吴磊 被大家喜爱 是有原因的 那可以给自己的情商打一个分吗 如果满分是100的话 满分是100 这个分数啊 自己给自己打的是不算的 你上学也是老师给你打分嘛 那你作为一个演员的话 那更是这种情商 这种 别人自己说了不算 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100 那谢谢你啊 很直接很贴心 谢谢你 谢谢你 那你自己平时 跟女生的相处 有事是什么的 其实 跟大家相处 其实都一样了 我觉得 为人处事 就是多考虑到 身边的人的感受 我觉得这是 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说你是一个很成熟 然后就是 对外女生是一个很直接 很很好的 大嘴嘴的形象 怎么说呢 再成熟 在前辈的眼里 也只是一名晚辈嘛 更喜欢粉丝怎么样称呼你 是分时定顶 连点还是学校 他们怎么称呼我都喜欢 对 没有分一个准备的吗 没有啦 就是他们想怎么称呼 又怎么称呼我嘛 然后你在娱乐圈里面 最佳损友是谁 最佳损友啊 我不知道我的最佳损友是谁 反正我觉得 我应该是 蛮多人的最佳损友了 对 有没有想过 不去做一个明星的 不去做 我的志向一直是 做一个演员了 对 明不明星的话 对我来说不重要 但我觉得 我想成为一个 大家心目中的好演员 我觉得我都买雪糕了 怎么能算是暖男 那你觉得做什么才是暖男 你看你就没有等我刚才在梗 你觉得做什么才是暖男 暖男做什么 我觉得就是 考虑到别人感受吧 我觉得这才是非常重要 就是为人主持现象 最好的事情 球星 今天这非常顶级的都来了 你说让我说喜欢谁呢 最为湖南卫视的常客 算是弟弟可有好几天 没来卫视录节目了 有没有想念长沙的父老乡亲啊 非常想念 对 就一回到台里 就这种回家的感觉 哎哟哟 我算是弟弟的小嘴 可是像我了蜜一样甜 不过你们还记得小时候 无雷宝宝来看看天天的样子吗 这次天天改版后再来玩 觉得这里有什么变化吗 没什么变化 我觉得 对 韩哥还是那个韩哥 对 我觉得天象上没有变 还是真的好 这样子的就去对 这样子的吸引人 吴磊你现在这个年纪 恋爱算早恋吗 当然算了 那你平时都是 你自己等着的女孩子来追你 还是你自己主动去追女孩子 因为我觉得我还不够成熟 然后也没有到该谈恋爱的年纪 如果我觉得有一天我成熟了 而且到法定的年龄的时候 就可以了 喜欢女孩我会下手的 现在还是坐在那等 是吧 下手 没有 现在没有心思去谈恋爱 你也会 如果真的谈恋爱 你也会像这个延细的另外一半一样 这么的浪漫的求婚吗 假如我真的很爱她 我肯定会求婚 也会爽朗的公布婚期吗 婚期这种事情 当然看你慌的意思 呃 我觉得这事件好吃啊 毕竟就是 能活在别人的童年里面 有些非常幸福的事情 呃 我知道 嗯 我觉得 呃 这种事情吧 对 观众 对 让我来讲 他们他们开心点 反正我觉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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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你跟很多非常优秀 非常资深的演员和导演在合作啊 比如说刘嘉玲啊 在导演方面呢 有张艺谋啊 就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是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嗯 跟各位前辈合作 我觉得 学到的 其实不仅仅是 呃表演上面啊 的经验 其实更多是 包括做人啊 包括演员自己的本分啊 包括演技上 方方面面 都学到了很多 大家面对你的时候 是把你当孩子 还是把你当一个成人呢 嗯 他们毕竟是前辈嘛 他们肯定会把你当做一个晚辈 这样子来对待 但是他们很专业 所以在拍戏的时候我们 虽然是前辈 但也是同事 我们一样的演戏 那你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会像同事一样的这种 那样的 我不敢 会跟他们撒娇吗 呃 会 会在他们面前演戏 会有压力啊 就是平时相处 说话也会有压力 有时候会觉得吗 我也才十七八岁啊 干嘛我这么辛苦 有时候会这么想吗 话是这么说 但是毕竟是自己 选择的道路 和自己选择的事嘛 既然自己选择了 你就得做好 我不想当笨演员 我想当做 错误的演员 我的目标 就是拿影帝 就是做一名好演员 我一直都是演员啊 还没别的身份 我的志向一直是做一个演员了 假如我做什么事情 就是你们会不喜欢我这样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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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